大家好,歡迎各位傳媒朋友 出席今天ViuTV全新節目的記者會 我是Michi南哥,你們最愛的MC 又要跟Facebook Live的朋友打聲招呼 下星期一,15日,逢星期一至五晚 將會有全新節目陪著大家 今天會講兩個節目 首先介紹第一個 ViuTV全新節目《李錦記呈現娛樂無窮》 將會由下星期一,15日,逢星期一至五晚 十點半播放,魚子就知道與魚有關 《娛樂無窮》將會是一個集合生態旅遊、十方娛樂和美食節目 由Serrini和許妍,兩位主持帶領之下 大家由新手的角度,由零開始 學習釣魚或豐富魚類知識 由錢入心,一步步帶著觀眾去認識 為何香港會成為一個全球冠軍 一個世界級的漁村 認識如何釣魚 認識漁村甚至是漁業的發展 事不宜遲,我們先欣賞這個節目精彩片段 是真人表演,但主角不是人 200條魚是碎料 配角人類,生猛樂水 好,然後3、2、1,跳下去吧 踩水釣魚,我還沒聽過 釣魚王 日本品種,游泳客船 來了沖繩 代務海龜,黑海龜 我都變得很可愛 回歸漁港,重稱巨制 想不到香港有那麼多釣魚 我的漁獲是一個垃圾 李錦記成天,娛樂無窮 星期一晚10時半 好,欣賞完非常精彩的片段 我們現在邀請節目兩位主持 許妍和Sirini出來和大家聊天 歡迎 你好 你好 梁總和許妍 你好 我也知道這次應該是你們兩位 第一次合作在電視上拍節目 有沒有感覺 這個組合很新鮮 很有感覺,你看許妍 你看許妍 我今天好像穿個Chill Club 來記者會 沒有違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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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適合這個場合 我們在整個節目中 那個能力都很好笑 因為每一集我是精神非常亢奮 高亢 你想像到兩個星期 觀眾要10時半 放了班之後 還要聽到我在這裡 啊!不用碰啊!不用碰啊! 然後許妍就會在旁邊 很冷靜地拿起一條魚 幫我脫掉一個勾 就是這樣 我很喜歡許妍 她的能力 很平衡 對嗎? 好像現在這樣 你呢?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我怎樣? 我很緊張 跟阿樹拍攝 因為我知道阿樹是一個很有… 認識很多東西的醫生 醫生 但不認識魚 所以… 對… 所以我終於找到一個 她也不太有涉獵的地方 一起去學 即是很開心的 找到博學多才 有一樣東西不認識的 我們就很興奮 旁邊的 即是你們就是… 我知道了 阿樹就是把這個能力推向高潮 然後阿樹就把反高潮 讓她可以更厲害 好像一個波浪一樣 對 很厲害 呼應這個節目 我知道除了你們兩位之外 節目組邀請了很多你們熟的朋友 一起去參與這個節目 可否透露一下 有沒有甚麼驚喜的組合 或者去了甚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說些甚麼 好像… 都可以說的 我看到陳伯 因為我看到陳伯的名字 就是陳伯宇 我就說 我跟他釣魚是無謂的 這樣也是 你可以一直聽他人生道理 一直釣魚 他好像最近幾次在ViuTV 都是釣魚的 是嗎 好像是 原來他才釣魚王 然後我拍攝之前 為了跟他… 我就想跟他認識一下 我去了跟他女兒吃早餐 即是他每一早都是跟他女兒吃早餐 然後開直播 有陳伯 還有接下來會開洪館演唱會的洪家豪 他很好 那時候我們找他的時候 他說怎麼都會來的 然後我說你不是很忙嗎 他說一天半天沒事的 他真的很好地釣魚 全日適合孔伯這個稱呼 看這個節目就會知道 我們叫他孔伯 還有我找了我中學同學 就是阿豪哥 是 一起來釣魚 都是釣了朋友 所以 這個節目是很多阿伯的 就是阿伯的肉繩節目 心境 化了 一直釣魚 領悟人生的… 阿節 好 其實我昨晚跟節目組聊天 我就覺得 生態旅遊節目和美食 這兩個主題很衝擊 但我知道原來在沖繩 拍攝生態旅遊的部分 然後香港就是講美食 不如說一下沖繩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沖繩最難忘的是 我真的要潛到海裡看看魚 因為我們… 沒有潛水經驗的嗎 他不會游泳的 對 我說水也不會游 對 但我潛了水 然後就… 4K的在水底看 平時要看動物紀錄片 才看到水底的情況 你就真實用眼睛去看 對 最難忘的 一來就打大哥的心情是怎樣 心情是… 我捉得很實 捉得教練 我最深刻的是潛水時 同一個不懂游泳的人在我身旁 捉著我拍照 那一刻的感覺是… 哇… 有些御匿的感覺 我不斷站起來 你不要再碰我 但在水底又不可以說話 所以在這個節目 你會看到很多 我的硬勢帶在那裡 然後他在後面 站不住我 我見別人站不住 其實是… 即是患難見真情 捉住身邊的人 捉得很緊 我問問Sorinion 因為你們兩位都是釣魚身手 我自己是很害怕魚勾 因為我自己比魚勾 你有這個恐懼嗎? 還有你覺得釣魚最難在哪部分 因為我知道有出海跟師傅去學 最難在哪部分 最難對我來說是… 因為我的指教有點長 大家要想想 拿一些蝦仔和蟲 釣到一個勾 我是要給平常人用多一點時間 但大部分時間都有他幫忙 或者師傅幫忙 我覺得最擔心的是 魚勾不是很大 是有一個很小的勾出來的位置 是… 那你就會看到像武器一樣 是… 不過我們會很小心 摔出去之前 要看看後面有沒有人 是… 這個節目最好就是教我們很多安全知識 讓我們自己去釣魚 都可以不用怕 是… 觀眾朋友可以一邊看一邊學 我就是因為沒有這個知識 所以還要魚勾 又問許賢 聽聞你是不吃魚的 是… 那你接這個說魚的節目 會不會很衝擊 以及你為什麼要…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玩自己呢 會很衝擊 因為我本身… 我自己很天真 打算說說一些觀賞魚 就是說一些… 我平時有養淡水魚的 就是手指這麼小的魚仔 是… 那我就不斷推薦 不如我們就說這些魚仔算吧 但是之後一邊拍就… 越拍越大的魚 對,越拍越大 那我還是走不掉 要去拍這些海魚的 是… 但是為什麼你不吃魚呢 就是這個也是… 大家想知道 是怕魚還是什麼事呢 在這個節目裡有探討 就是看… 就是究竟…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吃 究竟是怕 還是不喜歡 在這個節目裡 我找到一些答案 大家記得看 是… 就是解鎖了許賢心理裡面的 一些小創傷 是嗎 是…找到一些潛意識的問題 是… 沒錯 這個節目很癒癒 聽起來好像很癒癒 剛才分享了這麼多難忘的體驗 拍攝期間見過這麼多魚 應該都是吸收了很多魚類的知識 所以今天就檢查一下大家 聽一下大家 玩一個小遊戲 看看你們還記不記得 在節目學過的東西 那我就介紹一下這個魚類達人小測試的遊戲規則 給大家聽 好 那一會兒我們後面這個鏡頭 就會出現五種類別的魚 那每一種魚其實都在節目裡出現過 那… 就要兩位根據出現在屏幕上的魚類 搶答說這種魚的兩個特性 好嗎 好 那我們先準備一下 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好嗎 那誰舉手就先回答 好嗎 好 好 準備好了 先看看第一條魚 我也未必認得 好 很慘 你這樣的呈現好像馬上蒸魚豉油 對 現在馬上的主題出現了 第一題是Soulmate Soulmate有甚麼特性 我知道 是 有一條很大的… 珊瑚魚 最大的珊瑚魚之一 是嗎 然後是不應該釣的 哦 香港有… 因為是受保護的 如果要釣是要跟著規則 所以不是經常會吃到 但是吃到也是有許可證才可以釣的 厲害 果然是梁博士 我看到這裡的提示是說 最大可以去到2.2米長 整個速度真的很慢 所以真的不可以亂釣 但是是否三胡魚 其實我不知道 我們待會再去 重複一下 好 OK 中了 梁博士已經 好 我們下一題 看到了 這個就是答案 波紋唇 除非很少見 我們在節目中會令到這些資訊 變得非常有趣 各位 今天是甚麼波紋唇 大家留意一下這個節目 看到你們這個組合說的語言 已經覺得很有趣 第二題是黎蠅 黎蠅有甚麼特性 黎蠅有甚麼特性 黎蠅的特性就是 我差點被他刺傷 那個語氣很尖 還有就是 香港水域常見的 很多 一比我也釣到就真的很多 哦 即是跟魚不朋友的人 對 你釣那一條 你今天沒有潛水去找黎蠅 純粹是釣 香港水域應該潛不到 對 他會很害怕 看到了 又是中了 我們先看看 對水域有失業能力 那個 雜食 雜食這些字要小心說 是 刺有蛋白糖 還有會刺傷 那你刺傷的刺傷 沒有刺傷的 我小時候刺傷過 很小時候跟媽媽釣魚 我記得被黎蠅刺傷過 所以我有經驗 好 好 刺傷 關不關你不吃魚 可能會害怕 有可能要探討一下 對 我們很安全 我們有戴手套 還有有些師傅會教我們 有些小心點的東西 一定要看這個節目 就要小心點 好 收到 好,下一題 烏頭 烏頭大家經常吃 在野蘭埔會出現的 是 有黃油的 是 頭是圓的 是 還有肉的骨 應該是 蒸 有一集是我們新鮮釣上來 馬上蒸 沒有調味都沒有 這完全是美食的角度去研究它 是 有沒有生態角度去研究 你說 生態角度就是 我們在香港見到 日本也有 因為我們的導師、陳仔 分享給我們看 他在日本也會釣到烏頭 哦 這是不是一個 純粹一個答案嗎 香港和日本也有 也可以的 雖然他不是在答案裡面 但我覺得也可以當作在那裡留 我們先看看 應該就是 對,在香港經常見 日本人也有 喜歡群居 可以過千條 很迫 幻想到畫面 還有可以排跳 或者機跳都可以的 你們兩個都試了 哦 藍不藍呢 這個分別是什麼 其實 這個我沒有走下去 但是我們要穿那些 穿那些不會滑的鞋 水鞋 不會跌到山 對 那些鞋 是 好的 這個不懂得讀 即是不可以穿這雙鞋 好 不可以這樣 好 好,下一題 沙鞋 沙鑽 沒有人認識的 沙鑽 是嗎 沙鑽 是天婦羅會弄來吃 哦 還有我們 我們有說到還沒吃 哈哈哈 還有我們釣過一條 是師傅用手抓了上來 哦 即是應該是沒有戒心的魚 因為用手抓了 哦 哦 沒有什麼階段 應該是尖尖的 小小的 是 好的 我們先看看答案 有名沙鑽 然後 日本天婦羅裡面的食材 Kiss 高級的食材 Kiss Kiss魚 好的 Kiss魚 好,我們先看看下一題 還有 沙巴龍等 這個很出名 是嗎 這個 我現在認識很多 因為我們的導師 好像不斷說這條魚的壞話 是嗎 這條魚是生化魚 沙巴是一間大學 是它研發出來的 是認真的嗎 認真的 OK 它是很難死的 它的適應能力很高 所以它放在海裡 就會騷擾其他生化 就會吃掉其他種類的魚的魚苗 搞到其他魚沒有定期 所以我們要吃多一點 對 對 你要吃一塊食物鏈 一直吃下去 控制生態 盡力 好的 這條魚也是一種螢蟻 很霸道 好,我們先看看 我先回答 沙巴龍等 就是龍虎班 可以解決人類糧食短缺問題 粗生粗養 還有它是花尾龍等 和老虎班的運種 就是在大學那裡 扣這兩個運種出來 好的 非常有趣 謝謝 看來你們都記得在節目裡面 記得一點 記得一點 好,很漂亮 學有所成 背後有兩位幕後功臣 也是默默向Sirini和許妍教授了很多豐富魚類的知識 今天兩位都有到場去支持你們 不如我們邀請歡迎娛樂無窮的兩位節目顧問 分別有陳家障陳仔和黎諾惠阿Kid 歡迎各位 是 我覺得這個節目最娛樂的 其實就是看他們兩個怎樣教我們不同的知識 是 我們拍到第二集已經開始叫 有沒有爆炸兩位老師的角度 覺得他們的表現如何 基本上他們的表現很好 是因為… 基本上 基本上是因為他們完全是新手 對於這個節目來說 我覺得很適合一個題目 就是由一個不懂的人 完全不接觸魚的人 而從而去到最後 他釣到一條很小的魚 他都非常非常開心 哦 即是不是由零開始 而是由父開始 對,沒錯 完全沒有這方面知識 他接觸魚苗 我說你們幫我弄 去到慢慢開始自己 釣到一些小魚 那許妍的表現呢 阿Kid說話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 他們兩個都很積極 Richard在學校下面應該是很學生 而且我覺得很多人都跟他們一樣 他們其實對這方面有興趣 譬如我在船上釣到一些小魚 背魚 我們看就知道了 阿樹會很積極地 說這條魚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騙他 那許妍本身自己對魚去養魚 其實也有很多知識 他有時候也會跟我交流 去養魚 所以其實很多人跟他們一樣 對魚很有興趣 但其實沒有管道 即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接觸到 其實經過這個節目 或者他們的體驗 其實都可以讓更多的市民 知道更多有關於魚的種種 是 所以大家都很有興趣 不過是沒有機會接觸 或是沒有兩位導師的帶領之下 去接觸一下 不如這個時候 我們邀請Kith 和陳仔 一起跟我們兩位主持 Serenie 和虛妍拍張合照 好 好 我們看一看 魚 魚 魚是不是這樣 怎麼會打直 OK 看正中間 看一看右邊 我們先看右邊 好 接著左邊 讓我們先看一看 好 好 這位置另一張 右邊 麻煩你 她是拍照 好 好 這個定點的相片 會是甚麼樣子 哈哈 哈哈 枕枕枕枕 這個 四位置 對 拍照 好,然後現在是晚餐 真的會停的 有沒有白魚在下面 不會是我 先站在這邊 好,大家都拍到了 這個時候我們邀請陳仔和Keith 可以稍作休息 我們兩位主持再補多幾張照片 麻煩阿樹和許妍 加油 好,繼續望望中間 好 好 然後左邊 我們先看左邊 對 要假裝魚 好,左邊 右邊 然後右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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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左邊 大家看完這張照片 不停地猜 究竟做甚麼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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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裡,兩位線都 她真的已經在剪輪 放一放 OK 還有,右邊 這麼可愛都不行 謝謝各位 大家記得由下星期一,十五日晚 逢星期一至五晚十點半 就由李錦記呈現娛樂無窮 這時候我們請Sirini和許賢可以稍微休息 我們待會再和大家見面 謝謝 因為ViuTV的節目源源不絕 即將要為大家介紹第二個節目 好,安順兄弟為你呈現 淡季報錯團 同樣會是四月十五日 下星期一 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點播出 知道香港人都很喜歡去旅行 很多熱門的地點 例如泰國、台灣、越南等等 大家都很熟悉 平時都會迫爆遊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在淡季 剛剛說的這幾個地方 節目組邀請了十位藝人去擔任主持 包括是 練美娟、娟姐、駱振偉、阿Thor、陳子豐、黃雄泰、Nikki、陳君浩、阿Boo、黃海逸、Sellos、范佩家、阿Gi、米露迪、Melody、蔡寶欣、Pony、Thomas、Window 他們分了三組 分別去體驗正直暴風雨季的泰國 炎寒風貴的澎湖 以及新年完全一個人都沒有的胡志明市 看看這趟旅程聽到我好像有點舒服 究竟我們節目組有多善良 究竟這幾個天真的主持人會經歷什麼呢 我們現在馬上請出…對不起,沒請過你出現 我們先看看精彩的片段 你可能每天都這麼大風 對 你也很樂觀 我不喜歡他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我為甚麼想掛 淡貴盲俠,踩雲各種大風 剛才他爬上來的時候 都很久沒試過… 趕不下去 也不知道 泰國有些路可以這樣走 我們馬上邀請我們的主持出來 有請Pony、Archie、Milo迪、Thomas、娟姐、子豐、王可逸 Cellus、黃雄泰、Nikki和Abu 歡迎各位 歡迎 我知道你們去了很多熱門的Hotspot景點 平時聽很多人介紹都很爛 但你們特意淡貴去欣賞他們的景色 這次出埠 我相信你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我聽不少了 聽聞都很刺激 不如跟娟姐和子豐聊一下 因為你們去了澎湖 大家想澎湖就是風和日麗打卡的地方 但究竟風貴的時候 去那麼多水上活動的地方 有甚麼玩呢? 全程是否吃風呢? 我們玩命 我們也接近是 每天都像八號風球的開放 接著收音師也不能收音 因為實在太大風了 他直接放棄我們 有時候可能不用帶咪 收音師就不用帶咪 不用了,唱吧,走吧 好像敦口如我 我也覺得我差點被風吹走 所以你要知道風力是這麼強的 我直接要捉住娟姐 我怕被人吹走 你怕被人吹走 你怕被人吹走 被風吹走 先捉住舵 你說這些 她沒有說我是舵 你是舵 你是舵 穩重的男人就是這樣 這個節目其實是 玩剪接師和收音師 還有我覺得另一個原因是 我看那個放棄 我看到娟姐沒有停過喊 全部都是啊 發生甚麼事會這麼刺激 不是真的 你想也沒有想過 在台灣、澎湖這個地方 是可以這麼瘋狂的 我知道是會很惡劣的 有心理準備的 但是你沒有想過 好像會接近死亡邊緣 所以大家都照顧得很好 所以幸好有 因為那些風很厲害 好像去了恆化村一樣 即是直接是打風 爆風球去了恆化村 即是那種風力來的 即是追風刺民 特意出去找那些風 好,OK 中所周知 娟姐是有名聲甜的 有沒有因為這件事 在節目組受到特別的優待 謝謝你 我聽到這本稿寫的 謝謝你 那是不是你不認同的意思 我會多賺十句 我覺得太少了 裡面 如果女藝人出旅行 就不外乎有艷遇 我當然也有艷遇 雖然那裡很大風 和沒什麼人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艷遇 挺厲害的 那條村的村長 簡直是說 嘩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不得知了 所以很有長輩縣 簡直是想留你在那裡 覺得 差點 因為村長會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去拍的 那一早 村長沒有看過我和阿科一眼 很正常 透明的 一直看著娟姐 一直很照顧她 差點做村長夫人 沒錯 幸好我們拿娟姐回來 我們也很愛你 謝謝 我另外知道 子豐也很愛你 他在節目中特意做故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的 其實都是一些很小可惡的東西 他買了一些 因為我們會喝蜈蜈酒 我就買了一些蜈蜈蜈 做故事 因為我本身很害怕小動物 而且他和阿科在外面 你會看到另一面的牠們 像他們的爸爸 平時很有責任感 去到兩個大小孩 瘋了線 通山跑 所以在這個節目 你們絕對可以看到 這兩個男藝人的另一面 內座小孩出來了 沒錯 還有那個蜈蜈 就是剛才的畫面 一看著尖叫 就是 是否因為阿子豐 謝謝子豐和娟姐 又問一下 到了胡志明市拍攝的 Nicky 阿Boo 和Selos 我看到阿Boo的反白眼 已經知道你這個節目很快 我知道你們當中 三位有去過越南嗎? 我自己沒有 我有去過 是 只有阿Selos去過 你覺得這次的體驗 和之前去越南 是否很不同 淡貴去 因為我們是新年當期去的 農曆新年 我們竟然能過馬路 那些馬路沒有車的 真的 平時你在越南 胡志明鬧時 那些電單車跟你鬥壯 打架 你跟他鬥惡 但這次不用 因為我們就可以 曼蕭斯李走過這條馬路 可以很優雅地過馬路 也不會被車騷擾 對嗎 另外兩位之前沒有去過越南 但我看的電影 我覺得你們好像 這麼多的行程最爽 即是又按摩又性 他挺開心的 對 他按很多東西 我只是有沉筋 有什麼筋 龍筋 還有我第一次見過 另一個男明星的龍筋 我也是因為感不小心見到 傷害了我的眼睛 他沒有理過我的感受 這樣 你也沒有理過我的筋的感受 真的不應該 但是不應該 不是 其實是去自戰的 我有跟你說想幫你定 等一下知道他在自戰什麼 他在自戰嗎 我摩定他去表演龍筋 有一個找龍筋的地方 我們龍筋不夠時間 因為不是我說自告奮 是嗎 是因為問那個次序 問我先 問完我 我OK了 原來就說你們也可以 你爽不爽 你爽不爽 你開心嗎 真的不要 因為他按完龍筋 龍筋是一種傳統 手龍筋 是一種傳統的按摩方法 其實是促進血液循環 他整天都說 好像有點輕輕 即是保健的效果 你有說的 以我的觀察 全天都沖血了 天心色一點 那你也看完 看了很細 不是他的血氣 你說就說不想看 你看得那麼仔細 不是 真的不特別想看 究竟怎樣對比 這個 這個謎之療程 大家可以在節目中期待一下 希望不要剪太多 我擔心你的剪 我對耳朵 我聽夠了 多謝生物的分享 實在太衝擊了 我們又跟米洛迪、Thomas、Aji和Pony聊聊 因為你們去了蘇梅島 我覺得整個旅程一直在喚命 因為我也有聽你們的分享 我知道蘇梅島其實是出名陽光與海灘的 遊客會專程去玩浮潛 或者探索松林的生態 但你們去的時候就是雨季 這個體驗是否另類玩法 有什麼得著呢 我也覺得我去了泰國 也是人生第一次去泰國 會下雨 而且它的雨是一陣一陣地來的 完全沒有停過 是暴雨 以及是極大風 我覺得我最驚險的一幕 我是拍照閃電 我差點被雷劈死 我們真的希望會剪出來這一幕 因為真的差點死 看到就知道 真的很害怕 這間公司真的很支持我們藝人去體驗 Hony呢 我跟Gee在同一輛車 距離閃電 真的一秒間 雷劈下來的時候 你們在車內 在戶外走 那些獨獨的爽跳 爽跳 爽跳 然後拍一些洪水 突然把閃電放進去 然後我們拍電 電話拍到閃電 嘩,很害怕 那到時要看你們的貼文 應該會剪出來的 對,應該會剪出來的 我之前看你們的社交媒體 知道你們有出海 那是否也是打風地出海 出海 出海?那次我們就… 出海那次沒有的 但是玩完之後突然有個黑語 然後就像八號風球一樣 嘩 都很幸運你們幾個回來了 我們都很開心 幸運沒事 多謝各位的分享 接下來就要問問各位主持 如果淡季報賽團開第二季的話 這節目組呢 給大家聽聽大家的意見 你們會想選擇去什麼地方 不如阿布,我看到你 小腦袋已經在運轉了 小弟抱著一個什麼都不懂的東西 去了越南一趟 由於我是一個合族的男明星 其實節目組安排我做什麼 我也很樂意去做 但是我最後對於越南的印象就是 預計去越南 不如去屯門市中心玩 那我就覺得比較有趣 如果下次想再安排我去哪裡 我就覺得要安排一個 那個城市多英俊的地方 我教大家一句越南話 叫做Dapjai話 Dapjai話 對,越南呢 喂,走來走去也沒有太多 那我就要滋養一下 奧巴去韓國 好嗎? 好,OK 我覺得你剛才有越南的 那個說話態度 那一刻 他也像越南明星 像啊 不是像泰國明星 但我像白胎 白胎是什麼 白色的泰國 不是,不要亂說 不是,不要亂說 好 剛剛擦了他 白色的泰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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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男明星 你今天是泰國人 不是,他才是東南亞人 接近他的明星 擁住他 對 你經常不穿衣服 當然會接近他 我很保守 在越南 這麼浪費嗎 露了腰 露了腰 對,很保守 對,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對 你先說吧 你們會去哪裡 我就不說那麼多 免得說錯 日本就可以了 我簡單單單就 日本 對 為什麼日本 因為自己平時去開 自肥 簡單去一次 是 OK 那Selos呢 我想去一些沒有去過的地方 可能是歐洲 東歐那些地方 就是那些什麼 黑羅地亞 東歐 東英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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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海裡是淡藍色的 那我就可以上演那些不穿衣的戲碼 對,可以這樣拍吧 三角褲 OK 好 擦油 香港也可以 OK 那子豐,你會選擇哪裡 我會選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 我們現在的名字是佈楚團 最不應該去的地方 還有什麼 因為現在小人去 預算低 都適合我們 有些藝人 你要多開幾個旅遊節目才行 不過你再想到預算 OK 那娟姐呢 如果說到預算低 我覺得就這樣放我們在荒島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誰 就是要不穿衣服 或者大大隻 那些完全沒有問題 那你真的不滿我和阿科 沒有這個意思 沒有什麼提 可以減肥在荒島 誰說我要減肥 不是我 我要減肥 好厲害 後輩 阿娟姐的準則就是 不用出糧也可以 但是另類出糧 另類出糧 就有肌肉看下 給我一些福利 權利 這樣就可以 這間公司無限限了 簡直鬥低預算 然後用旁邊左道的方法 彌補我們的藝人 其實我剛才想問到一句話 就是你們去蘇梅島 究竟你們四個有沒有派福利 因為我很緊張 我看Facebook那些朋友 絕對有的 我們有很多拿路的場面 四個都有 去到這麼盡 一來就 你們好像沒什麼看 我們有很多拿路的場面 你們沒什麼看 嘩 你不是這麼說的 前輩有多東西看 你最好都是 不一定是上面的 可以在下面 我也是下面 我們有重點主持 這個十個人的陣容 是不是根據福利的排位 我們交給 我們全部都是重點主持 一個節目有十個主持 重不重點 真的目不暇級 應該看到那些畫面 那我們說回 如果開第二季 你們四位會想選擇什麼地方 Thomas 這個地方我自己覺得 沒什麼重要的 是個人 因為我這個節目是跟一個人 我覺得很縮 好像在追 什麼很縮 他們沒有洗澡嗎 縮了 縮了 他們沒有洗澡 你這麼髒 很縮的 我不讓你們這樣 我們沒有看臭 我們很香 不准 追近他 你好像追近一個人 我們已經有個名字 是叫Promise 他有 是你 我現在才 OK 不太朋友 這個是有一個組合的 我們互相做了一個CP 就是我自己和Thomas 對 很選 很選 不不不 我不知道你追 追還是追 追 什麼追 跑步追 OK 我也聽到一堂無錘 他應該跑步追不到我 對 他運動會是跑第一 馬拉松 OK 好繼續 你覺得人比較重要 對 人腳比較重要 阿米 你會覺得呢 去哪裡 我覺得這次是淡季報錯團 我覺得節目組可以考慮 就是旺季報錯團 就是去一些七、八月 最旺的地方 可能攝都攝不進去 或者排隊 排很久 我覺得這是另一個體驗 可以試一下 連照片都拍不到 旺到 可能整個拍攝期會成二 就是因為不能進去 對 就是想去久一點 OK 就是出於自肥的角度 對 那G,你會選哪一位 我覺得 我也挺認同阿娟姐的想法 去哪裡 其實是跟什麼人去最重要 就是跟漂亮的人去 希望 你想跟誰去 這次是否差一點 G,是否差一點 不是,全部都很漂亮 她在搭訕你 你是不是想換拍檔 不是 如果我保持你們 我都會很開心 有Pony和Thomas Promise 我和米媽都是米智蓮 對 我有看你的社交媒體 我知道 你這個樣子是甚麼意思 我想問 表示讚嘆和尊敬 就是 很有才華 很尊敬 你的創意 Pony,你會選哪裏 其實我還沒想到 我想選哪裏 但我剛剛說了很多地方 我覺得韓國挺好 我想跟阿布合作 因為我跟她都是Greymi 適於眉事 對,其實我們三個都是這個台的先驅 我們是第一個拍過HeHe接觸的 這麼大膽好吹 其實這個台… 你很不好意思 是她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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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拍過HeHe和HeHe的怪物 我覺得可以把我和Pony一起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雖然我也想跟漂亮的人合作 不,我們選一個帥哥 不,我們選一個帥哥 不停有扶上攻擊 不停有扶上攻擊 是你自己經常選擇Thomas 我沒說你 那你想選誰帥哥 最近覺得沒有帥哥 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 不是 因為我覺得她 她很漂亮 但她有點悶 所以就… 其實她… 你有沒有看到她有吹嗎 算吧 你爬回屯門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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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主持不是嗎 我給你生活的最好的經驗 哇 我想要… 我想要… OK 有什麼療程 有療程嗎 OK 你們時候再說吧 OK 問問Nikki 你會想選哪個部分呢 就是下一位 我一定是她們的 一定是同一組合 是呀 不可以的 不能分離 是不是這麼說 我不會選你 就是你 因為她只是欺負我們 她的口 我哪有 不是 其實她喜歡被我們欺負 對 我覺得… 對 我覺得怎樣也是 對 譬如我早上起床 又會教她怎樣化好一點的妝 她上鏡比較漂亮 欺負我 即是有個保姆 自己不被人欺負你 對 我這次做了下巴 你一向都下巴 我第一次做了柔弱的角色 你沒有上過的 很難得 那SELOS 你會選哪個 是否都是這個組合 下距 真的不是 喜歡你 強調要帥 合理 因為我們這次的團團都比較窮遊 我想和一些會享受生活的 就像娟姐那樣的人 一起享受 我們可以不願享受 比較品味的人 對 對 我是時候要撕掉一些 是 識於微視的朋友 都沒有 要去另一個層級了吧 對 那娟姐你能否接受這份心意呢 你會不會選SELOS 因為剛才的團團和你的長輩去 今次我想和一些小鮮肉 所以只要是小鮮肉 我都可以 但你沒有說過重點 SELOS是小鮮肉 在你眼中 都不鮮的 鮮肉在哪裡少 怎麼看都不少 大鮮肉可以的 可以的 OK 子豐你會 你剛才說選俄羅斯 不要緊 其實過了我也可以的 這邊 這邊 過了 過了 因為我在節目中經常都說 誰都可以 沒所謂 我很謙卑 隨便找到 最重要是低預算就可以了 對 因為我之前一直都是自己出旅行的 誰來都可以 但最重要是可以喝 這樣 因為今次節目 是嗎 是嗎 是否今次節目你們都厲害喝 也是 我也厲害喝 大家都見怪不熟 他跟Thor喝到 都能追上我的節奏 有少許意亂情迷的畫面 我不知道會不會剪出來 大家要密切期待 嘩 追到娟姐的高度是不容易的 剛才Thomas說了人 最重要是Promise 這個組合 那麥芝蓮是否又想麥芝蓮呢 下一季 還有 其實我們今次的旅程 因為本身三個我們都是朋友 但我們其實拍這個旅程 就有很多不和 怎樣 他呢 他呢 這麼強的 Thomas 很賤 你們的關係都浮浮了面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過來我們這裏 他不認識你 都說八王 他說他不認識你 好 我們先回來 其實整個節目 我們的友誼小船已經翻了 我們互相傷害 大家都給了很多傷害大家 所以其實我是不想再跟他們倆一起做 OK Thomas因為我們還不太熟 我們可以再了解更多 我們可以保持 然後我們再 小鮮肉那邊 都可以再加多幾個 我對你很失望 他走前一步 阿Boo馬上走前一步 我也心虛 你說小鮮肉 我先去那邊 那邊的身材 那邊的比較好 我都有留意網民 網民說 你們兩個又放在一起 米媽和Pony 就說很悶 你們 謝謝你的反應 我都覺得也是 其實是一個好事 我也是近年才說 原來不斷看到Pony 之前是沒有見過 人家HIT 你不可以這麼說 是近年才發現這件事 人家HIT 黃是這樣的 沒得桃圖的 我們這麼快才是這樣的 好 都很感謝十位主持 這麼多位主持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搞笑的東西 沒有 阿Thom我數多了一個 抱歉 他突然很害怕 幾位主持 不如一起拍照 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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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Thom的精神 與我們同在 是嗎 你搭著他肩膀 那樣 好 我們保留阿Thom 這張照片 我們看一看正中央 九位 好 然後看一看右邊 右邊 一起看右邊 右邊 右邊 好 然後看左邊 看左邊 也請各位 淡貴煲初團的主持 好 左邊也拍到了 是嗎 左邊 好 揮手 那邊 揮揮手 揮揮手 揮揮中間 然後 揮揮中間 然後 中間也有了 右邊 然後右邊 右邊 好 大家都拍到了 請各位主持 這個時候我們邀請娛樂無窮的兩位主持 Sirini和許妍 一起拍張大合照 麻煩 我想這個女主持要站在後排 原來男主持的膝蓋健康就可以 怪怪 對了 向左 夠了 Thomas 是嗎 我可以嗎? 會不會… 會不會… OK 好,我們先看正中間 正中間 好,左手邊 一起看左手邊 左手邊揮揮手 右手邊 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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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邊揮揮手 OK… 好,謝謝各位 今天記者會已經來到尾聲了 請各位平身… 先起身 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出席我們今天記者會 未來也感謝Facebook直播的朋友 以為為娛樂無窮? ViuTV真的為娛樂無窮 馬友 蒸鱤魚 紅衫魚 花旁 紫婆 鬚蜜 第一個用魚做主角的真人秀 你看著我 多釣魚… 我覺得有魚了 很難 星期一晚,10時半 這裡吧… 我們走這邊吧 平時最想搶走的人 這次竟然有點掛念背景人 隨便打架 我隨便打架 好,先打架 不關景點,沒有人又沒有人 全因旅程,擇賽也 怎麼擇? 全都下了 這裡很旺 你不是分不出人跟鬼嗎 你想找人也找不到 別說船 E.T.E.T. 膽龜煲初團 星期一晚,11時